药台湾 當然可以 運動方面,我其實喜歡做腹肌 女性也是,我喜歡做腹肌 但是我會在下腹位置 因為擔心最難減 還有臀部位置 因為我發覺很多香港人 在OL 或坐得多 我見香港人穿牛仔褲的屁股是平的 我覺得那個美感上沒有了S型 除了屁股和下腹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是兩邊 兩邊複製的兩邊 因為你沒有了這兩邊 你側面看有屁股 但你正面看也沒有了褲子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地方是最值得去研究 我覺得會是我的屁股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跳芭蕾舞 我都跳了二十年芭蕾舞 芭蕾舞是能夠訓練下腹的位置 就會比較鋪 還有可能經常做一些Squads 會令屁股比較漂亮 我第一個做劇情的動作 我通常會用上腹或扇動的東西 平牌時間 然後我將其中一件的領域 然後在這裏 Uptown、Uptown、Uptown、Uptown 就是重點重點 手上腹部 然後再做劇情 這個動作可以分辨到 除非可以令屁股你知道 那一樣的大型 我很喜歡做劇情 用家補就做迷惑 或是一些獨特交易通知 那其實我多做劇情 就是外面做劇情 我現在做了好側面 又是我自己很喜歡做劇情 平常三個晚上都會做 因為看電視很方便 分開到一邊看電視 為什麼需要靈體靈體 就不要只在上下 這樣就偷偷一點 就可以一邊看電視 我自己就偷偷一點 我會盡力做到20下 就會再偷一口 再做20下 其實這個動作 幫助女士最怕的兔馬仔 下褲子 亦都可以從事 做到12點的位置 我們叫做什麼動靈柴位 在動靈柴動靈柴動靈柴的時候 就會彈一下彈一下 如果再上這個動靈柴位 效果要注意一點 我們就可以用來看電視的馬力 但你記住這個動作 最重要是 我們在這個位置 要注意一下 這個位置 要注意一下 這個位置 可以用來做 要注意一下 在褲子裡 儘管 那剛剛介紹了想法的動作 現在就要做12點的動作 可以說一下 正式面是 有些油膜 其實大家都衝得很漂亮的 好看 這個位置 就是要補色 然後霸彈 就是要補色 大家都知道能夠同性同性的 如果我們做這個漲化板就相隔一點 就像平時的領域動作一樣 做CAT不要太高或者浮沉得太低 然後要把CAT左右轉 但在領域的時候也要顧著 是真的要一個領域版的 所以我們今天往下看 待會會很舒服 要覺得很平安 所以你會跟某些步驟 後來 從來 千萬不要太大 有時 Cam 要是 是 Movic Movi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